台南市的汽車相當是相當的驚人 最近平均一年就出到萬多台地所的停車 為不夠變成了普遍的問題 只管有與環境後在中期孫時 就減低了各地地人口的停車 電話設計拿出的關心 議員表示說隔離地人口的開發很快速 現在周邊有勾勵 還有很多研究單位進出 停車空間已經是很緊張 未來是完成開發的停車需求 很大大來增加 所以說他就建議市府還沒落後先蓬佩 兩者做到的應用 然而隨著高鐵特定區的持續開發 我們必須考慮到基礎的設施 尤其是停車空間是不是足夠的這個問題 在現在就要位於衝繆 雖然高鐵周邊每天進出的人流很多 外面也有蠻多的台塘土地 租給民間做停車場 但是我覺得其實在那個地方 在那些地方可以開避立體停車場的需求 剛才周邊邊的停車場 正向立體化去設整個機關 也能夠引進的這新空間 跟有車座的小兒媒的滾動式的摩天輪 立體停車場 這裡已經進行了摩天輪式的立體停車場 這種停車場佔地只有僅僅兩個停車位的寬度 但是垂直向上 可以放多達12鋪的車輛 每個車欄依次旋轉 汽車停在吊欄中隨著停車庫旋轉而動 不僅可以節省空間還能最大化利用有限的土地 憲議員你剛講的很對 很多像在北部地方的立體停車塔 有類似的概念 只是他們那個是密閉式 這個是開放式 我覺得其實值得我們借鏡 我也願意去尋求在台南設置這樣子停車空間的可能性 既然這種建議也在市場的借林檔市場標示說 可以讓它的參考當時有可能運用在市區 或是股市區的比較小的空間來做到行見 但這新聞來一下議會採訪報的